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外高度关切的新唐人与中兴二号卫星续约案 何时签订持续受到关注 人权律师邱恍权表示 面向华人社会 新唐人扮演为中国民主化积极发声的重要管道 中华电信应当体认到 保有这种价值的重要性 尽速完成中兴二号卫星续约 延宕了数个月 新唐人与中华电信中兴二号卫星续约仍未完成 有兴两年前不续约风波再度上演 人权律师邱恍权呼吁中华电信 切勿伤害台湾民主 在发生一次不只对新唐人是一种伤害 对中国超级民主要发展的期待是一种伤害 对台湾的国家政府都是一种伤害 六四二十四周年纪念刚过 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诉求与期待加速汇聚 新唐人长期以来 作为为中国人权发声的重要渠道 邱恍权表示 新唐人的价值与重要中华电信应能理解 中国我们预期民主化自由化 照顾人权的过程中 这必然要有的一个发声管道 那这种发声管道不是在为谁发声 而是在为国际的自由民主正义在发声 我相信中华电信它应该可以体会这种价值的重要性 所以我没办法想象有任何理由不续约 从三月至今 新唐人亚太太已多次向中华电信提出续约要求 虽然中华电信并未予以回绝 但也迟迟不见续约动作 前公平会主委中研院学者施俊吉 呼吁中华电信 身为全国电信产业龙头 应负起社会责任 因为新唐人电视所传递的是一些民主理念 而且跟世界的一些知识 以及全世界对中国的一些关怀 如果因为有一些政治主力 或畏惧于一些独裁的势力 而有些退缩的话 我想人家会对中华电信的这一种 企业应该要有富有的道德 是会打很大的折扣 有关台湾政府与指标企业的自由民主形象 新唐人与中兴二号卫星续约案核实签订 各界持续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登祥 陈辉 姚丈之轩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